各位听友,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正玄幻小说《仙夜》,作者尔根,演播丸子冯宝宝,后期制作云曼。 1482集,验证的方法。 王林转身,目光冰冷,右手向后一挥,右目雷霆轰然而出,那一道巨大的闪电,直接从王林右目闪烁,分裂成无数,以其为中心向着四周急速而去。 漆黑的修真心上,在这一刹那,电光交错,雷鸣轰轰,那分裂出来的每一道闪电,都如同索命之劫。 轰入一个个头盾的明灵族族人身体,将其身子轰灭,卷着头颅而来,死亡的惨叫,在这修真心上此起彼伏。 王林没有去理会,他看着那三百个还处于茫然的虚幻元神,袖子轻轻一甩,这些元神呢,一个个立刻回到了他们的身体内。 一步迈出裂锋,在走出的刹那,一道道闪电从八方归来,在王林身后的头颅数量接近万颗的同时,那些闪电一一融入王林右目之中。 短短的树袭间呢,这修真心上所有的明灵族族人,死亡殆尽,无依活靠。 身在半空,王林右手抬起,向着下方大地一样,鸿鸣之声滔滔而起。 这大地上缭绕的无尽死气,死客如海浪一般卷动,习一旗,滔天而起,直奔王林而来。 最终,这无尽的死气之物,全部凝聚在了王林那代表了死亡的右手之上,化作了一个雾球,急速旋转着。 随着死亡气息被王林收走,大地恢复了生机,那原本存在于死气中的众多气泡,也纷纷碎裂开来,使得其内的赵和修士啊,一个个获得了自由。 收回看向大地的目光,王林一把握住手心之中的死亡雾气,抬头一步向着天空走去。 右手雾气狠狠的一捏,那雾气直接碎开,一股惊天的死亡气旋,骤然就爆发出来,直奔天空冲去。 哼,既然来了,就别走。 王林声音冷漠,望着天空尽头死亡气旋轰击之处,却见那里一片扭曲中,走出了一个中年男子。 这中年男子身穿道袍,神色极为凝重。 出现之后,他双手掐绝,立刻在身前就有一面龟甲之盾幻化而出。 此盾足有百丈大小,将其身子笼罩在后,使得那死亡气旋直接就落在了这龟甲之盾上。 轰鸣之声回荡,那龟甲盾震动下,出现了一道道裂缝,但却没有碎开,而是向后倒卷。 带着那中年男子不断地后退。 凤,凤尊王林,你居然没死。 那中年男子后退中,双眼露出震惊之色。 他之前只是锁定了王林的神石,但却看不到王林的样子。 此刻,从遥远之地来临了。 在看到王林毁灭了这修真心上数千界外修士后,他便立刻升起了退意。 但还没等其离开,便被王林逼出了身影。 王林一语不发,眼中杀鸡弥漫,身子一晃直奔那中年男子而去。 刹那间呢,就临近其盾牌之外,右手抬起,向着那盾牌狠狠地一击而去。 轰的一声,那盾牌裂缝更多。 震动之下,让其后的那中年男子面色苍白。 嘴角溢出鲜血,其神色骇然中疯狂地退后。 你故意引我来此,你,你隐藏了修为。 这一掌之力,让这中年男子清晰地感受到了来自王林身上的恐怖气息。 他心神狂跳,此刻脑子里再没有什么杀人的念头,而是立刻逃遁。 当王林引他来此,便不会让其有机会逃走。 此刻冷哼中一步迈去,右手抬起,又一次落下,这一掌之中蕴含了因果。 轰的一声,落在那盾牌上。 台掌握拳之际,这盾牌直接崩溃,四分五裂。 一道道气息被抽出,甚至,连同那中年男子也同样如此。 在中年男子面色苍白,在盾牌崩溃之后,身子再次后退。 其双眼露出极为凝重之色。 对他来说,这是一次生死大劫。 他知晓自己,他是无法逃顿。 此刻一咬牙,放弃逃走。 而是双手掐绝中,其眉心立刻出现一道红色的裂缝。 那裂缝内,便是其融入身体之中的香火箭。 就在其香火箭打开的一刹那,王林右手抬起,向前一指,定。 一字定身,那中年男子全身皱然一顿。 就在其一顿的瞬间呢,王林一步走去,右手执掌在那中年男子胸口一拍。 此人身体轰轰之际,王林右手抬起,落在其眉心。 轰的一声,这中年男子全身巨震,蹊跷流血。 双眼露出挣扎与恐惧之色,颤抖中想要挣脱出这定神术的操控。 但在王林面前呢,还没有这个机会。 王林双眼寒光一闪,两掌崩溃了此人心神。 加一封印之后,右手在这中年男子脖颈一扫而过。 鲜血喷发,这男子身体与头颅直接分开。 其身体直接崩溃成为血肉。 头颅被王林一把抓住。 鲜旋以下,无人是王某低手。 王林转身,抓着那低着鲜血的头颅,向着星空走去。 空涅修饰,吞噬灵,凝固香火界。 更需要大量的香火之魂。 但此界也仅仅是外部而已,唯有达到了空灵修为后,方可把香火界与自身融为一起。 以自身为天地,使得诸多香火之魂膜拜自己,从而在自我的天地内拥有无上神通。 空之四境,每提升一个境界都极为艰难,尤其是空灵圆满至空玄。 那更是难上加满,他需要的已然不是香火界,而是须之本源。 本源分为石与须之分,如雷火五行,均都是石之根本,这样的本源呢,看得到也较为容易获得。 他所需感悟不多,只需融合了诸多同类之后,便可慢慢地让其本源大成。 这一点,王林当年的火焰本源与雷霆本源就是如此大成,但本源之中还有一种名为须之本源,如因果,生死,真假,他看不到,唯有感悟,这样的本源极难大成,因为他无法融合,只能去感悟。 空玄修士之所以不多,界内界外加在一起,数以百万,乃至更多的修士中啊,怕是也只有十几人的样子,其重点便是因虚本源的艰难。 若是在踏入第三步时,便有了虚本源,那么,在空玄之时,就会少了很多瓶颈。 可毕竟,轰开空门时,拥有虚本源之人,实在是太少太少。 如此一来,想要达到了空玄境界,就需要重新感悟出虚本源,或者是抢夺,或者是自己名物。 虽说第三步后,再获得本源,很难大成。 可这无数年来,却是出现了不少奇人意识,他们慢慢地想出了一个方法。 这个方法,很是奇异,却见证了修士的智慧,在很多时候都是大同小异。 他们的方法,便是在自身的香火界内,让那无数香火之民去修炼。 这些香火之民,在这些大能的帮助下,修炼的速度会突飞猛进,且在自身的香火界内,幻化出山河轮回。 如此一来,那些香火之民甚至都不知晓自己所在的地方,只是一个虚幻的世界。 凭此,让这些香火之民获得就连修为也是虚幻的力量,让他们之中在无数年里,自行诞生出虚本源之民。 一旦出现虚本源,则立刻会被将他们的饲养大能吞噬走。 成为自身的一部分,因为这一切都是虚幻的。 因这些香火之民都是那各自大能身体的一部分,所以这种吞噬极为完美。 同样的,因为就连这些香火之民的修为也是虚幻的,不而就算是当他们走出那各自大能的香火界时,他们也会失去一切力量,成为凡人。 在这无数年来啊,也有人曾去追寻,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,是否也是一个强大存在的香火界? 但这一点,没有答案。 唯一验证的一点,就是当走出这天地时,若是修为全部消散,成为了凡人,那么则足以说明自己的存在只是一个香火。 可若是走出之后,修为不变,则代表这一切全部都是真的。 王林走在赵和星域的星空中,神识从右手所抓的头颅内收回,他之前在抓这些头颅的一刹那,便施展了搜魂之术,从这中年男子身上获得了很多记忆。 此刻,右手向后一抛,王林身后的几万头颅内,又多了一个。 这是这境万界外修士中,第一个三不大能,但绝不是最后一个。 赵和星域,此刻再无大能,即便是有,也徒增亡魂。 王林身子向前一步走去,他如长红离道,横扫昭和,凡是他走过的修真心便是腥风血雨,如狂风扫夜,掀起无数头颅,融入身后。 一颗颗柯修真心,一处处界外修士的助手位置,往往在白衣一闪间,便是死亡的呼唤来临。 随着王林一步步走去,他身后的头颅数量越来越多,一万,一万五,两万,直至那些头颅的数量达到了近五万之多。 五万头颅说来简单了,可实际上若是亲眼看去,足以撼动一切修士的心神,这不是单纯的杀戮数量,无法看得仔细,这是真真切切的一颗颗头颅,那浓浓的血腥即便是距离很远,也可以闻得到。 当司徒南等人这数千修士来到赵和时,他们看到的,便是在没有了一个界外修士的回归赵和。 在他们走过那一颗颗被鲜血染红的修真心时,一个又一个赵和修士加入进来,跟随王林远去的脚步,向着前方呼啸而走。 王林在前,他们在后,尽管之间阻隔了仿若千山万水,无尽星空,但王林的存在,就如同一把利剑之手,旗指之处众人齐行。 神识从整个赵和行御收回,确定了这里再无界外修士后,王林带着身后那净五万头颅,在那五万头颅同时发出凄厉的惨叫,惊天动地之时,他迈入进了云海。 云海行御是当年大战的前线之处,死在这里的双方修士数量众多。 当一踏入这里,王林便隐隐地感受到了无数冤魂似存在一样,在发出一声声嘶吼。 他闭上双眼,感受了片刻后,猛地睁开,其幕内露出杀机,向前一步走去。 身后五万头颅漂浮,远远一看如同人头之海,触目惊心。 五万头颅可阻生死阵。 王林前行中,这云海行御内那当年曾存在的一处处漂浮的大陆,此刻其中大半已然崩溃,四分五裂,不景不在。 那些存在的大陆,则被界外修士大量的占据。 这些界外修士,在云海内存在的时间悠久。 且因云海为当年大战的前线,这里几乎没有了界内修士,全部死亡。 各位听友,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《鲜秘》,作者尔根,演播丸子冯宝宝,后期制作云曼。 更多精彩有声书,尽在喜马拉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